中方一贯认为 任何地区合作机制 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 违背时代潮流 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维护者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是地区繁荣发展的福音 有关国家应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 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 正确看待中国发展 尊重地区国家民心 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事情 尊重地区国家团结局 同时在内区国家团结局 在内区里面上传选的文字 正确看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